大家好,白菜和豆腐你还在炒着吃炖着吃吗? 吃多了也就吃腻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你从没吃过的新吃法 去饭店都吃不到呀 保证让你吃一次就念念不忘 是一个十足的懒人做法,营养又美味 下面我们跟着视频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块不要钱的老豆腐放入大碗中 加入120度的开水给它烫一下 这样可以有效的去除豆腐里面的豆腥味 然后再准备一颗白菜 用刀把根木给它切去不要 再把白菜叶一帮一帮的都给它掰下来 全部掰好后放到流豆的清润下面给它冲洗干净 白菜洗干净之后捋整齐放在案板上面 先改刀给它切成条 把白菜帮部分给它切细一点 然后再给它切成小丁 白菜切好之后 装在一个大点的碗中 加入一勺白色的食用盐给它腌一下 用筷子搅拌均匀 然后切成条 最后再把它切成洋葱丁 洋葱切好之后 装在一个小碗中备用 然后再准备适量的香葱 洗干净之后改刀切成葱花 再切适量的姜末 再切适量的姜末 全部切好之后 装入一个小碗中备用 这个时候我们的豆腐也泡好了 然后给它取出来 放在案板上面 先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豆腐切好之后 也给它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进锅上火 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然后把切好的豆腐块 给它放进来 开中小火 慢慢的给它煎一下 底部煎至金黄之后 然后用手轻轻的晃动一下锅 一面煎至金黄之后 然后给它翻个面 翻过来之后继续给它煎 把另一面也给它煎至金黄 最后把所有的豆腐块 给它煎至两面颜色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盛出 所有的豆腐块全部煎好之后 放在案板上面 再给它切成长条 然后再切成小丁 全部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备用 然后拎起锅 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 把我们切好的五花肉丁 放进来给它炒一下 炒出五花肉丁里面多余的油脂 把五花肉炒至微微发黄 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切好的 把洋葱丁放进来 也给它炒一下 把洋葱的香味给它炒出来 这个时候 加入一勺红油豆白酱 继续给它炒 炒出红油 炒出酱香味 香味炒出之后 再把切好的木耳丁给它倒进来 葱花姜末也给它倒进来 给它翻炒均匀 哇 真的是太香了 接着再把我们的豆腐丁 也给它倒进来 再次给它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之后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用个铲子给它扒拉开 放一旁冷凉备用 接下来 把我们沙锅水的白菜 给它倒在一个纱布上面 接着再用力挤干里面的水分 挤好之后 再次给它放回大碗中 用手给它抖散 这个时候 把我们炒好的小料 给它放进来 下面我们来调一下味 加入适量的13香 或者是5香粉都可以的 两勺鸡精 半勺味精 适量的蚝油提鲜 少许的小末香油 然后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调好的这个白菜豆腐馅 无论是包饺子 包包子 做馅饼 都是非常的好吃哦 真的是色香味俱全呀 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 加入30度左右的温水 160克 然后再加入4克的酵母粉 4克的无驴泡打粉 或4克的白糖 促进酵母发酵 用个勺子给它充分搅拌均匀 把酵母粉和白糖全部搅至融化 然后再把它倒在300克的面粉里面 边倒边用筷子搅拌 都给它搅成大絮状 搅至大絮状之后 然后往里面加入3-5克的猪油 再下手给它揉成面团 加入猪油 可以是我们做出来的美食 表皮特别的光滑 洁白透亮 最后我们一直给它揉成一个 稍微偏硬的面团 看一下 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有句俗话说的好 软面饺子硬面包子 所以这个包子面 我们一定要火硬一点熬 这样吃起来口感才更劲道 不用醒面 直接给它取出来 再放到案板上面 继续给它揉 就像洗衣服一样 上下来回给它搓 这样很容易就把面团给它揉光了 面团揉匀揉光之后 直接给它搓成长条 再用刀给它切成 大小均匀的小面剂 取出一个剂子出来 放在案板上面 给它揉一下 揉圆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案板上 撒少许的干面粉 取出第一个整理好的剂子来 用手轻轻的给它按扁 再用个擀面杖 给它擀成一个 变眼薄 中间厚的面皮 看一下 像这样就可以了 中间放上我们调好的白菜豆腐馅 放进来之后 用个勺子 轻轻地给它压一下 压瓷实一点 然后捏着一头 慢慢地往里面给它收口 边捏边往上提拉 这样我们包出来的包子 形状也非常的漂亮 捏到最后的时候 把口给它收紧 稍微再整理一下 好了 大家看一下 像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 包子生胚就做好了 全部包好 给它均匀地摆放到笼屉中 摆的时候 两个生胚之间 给它留够足以的空间 这样在醒发的过程中 它不宜粘连 放到温暖处 醒发至原来的1.5倍的 30分钟之后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包子生胚已经发了 个个变得胖乎乎的 并且用手按压 能快速回弹 像这样就说明发好了 然后盖上盖子 水开上锅蒸 上汽即时蒸15分钟 好了之后再焖上2分钟 就可以享用美食了 时间到了之后 又焖了2分钟 然后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大家看一下 这个包子真的是太漂亮了 雪白雪白的 用手按压能快速回弹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它盛出装盘 拿一个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包子真的漂亮不漂亮 不掉底也不露馅 特别的蓬松又渲软呀 再掰开来看一下里面的蟹料 哇真的是太香了 一股淡淡的白菜清香味 随之而来 还有豆腐的香 真的是满屋飘香啊 哇这个时候 馋的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我先来替大家尝一下 哇真的是太好吃了 蟹料鲜香味美 包子皮松软又劲道 比买的肉包子还要好吃十倍哦 里面加入了豆腐五花肉 白菜洋葱营养搭配 也是非常的全面 特别适合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吃 因为又是发面的 非常的容易好消化 关键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不用提前发面 特别的省时又省力 当正餐当早餐 都是非常的不错哦 每次白菜豆腐这样做 家里的小朋友和大朋友 都是抢着吃 出锅连吃三个都不过瘾 好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 白菜和豆腐的新做法 就到这里了 以及它的和面技巧和调卸方法 都分享给大家了 大家如果感觉我的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麻烦动动您发现的小手 帮帮评论转发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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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